叙利亚内战自2011年爆发以来 至今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这场内战至少造成12万人死亡 将近700多万人叙利亚人民流离失所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 这场内战无疑是叙利亚人民的一场浩劫 而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却多次不顾安危 试图进入叙利亚帮助和救济当地的人民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透过视频邀请到这个雕塑家陈维明先生 到我们的节目上 分享他到叙利亚的这次的经验 陈先生你好 大家好 是的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您从叙利亚刚刚回来不久 能不能先谈谈您这次在叙利亚的情况 您能停留了哪些地方 还有停留了多长的时间 我去了几个大的城市 一个是阿拉伯 还有一个是伊特利坡 还有一个是阿拉伯 那么这些都有一些卫星城市 那么整体上去了十几个城市 那么停留的时间呢 这次是比较比上次要时间短 这次呢差不多三个城市 是的 那么当地的情况就是战乱的情况如何呢 就是在大街小巷上还能够常常看到这个枪击炮战吗 经常有了就在我们的车的出发的前后 前面我发了一些图片给你们的上面都有爆炸的声浪和烟雾 那么这是经常发生的 那么我们在车上呢都带着武器弹药 所以是准备战斗的 这个情况因为它有些地方特别像阿拉伯的战区 它是这个一个城市 这时呢我到了阿拉伯的城市中心 那么是最激烈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犬牙交错的 有些地方是阿萨德 有些地方是自由军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我在那边拍照是非常非常危险 这一次一度被那个后面上来的自由军给截住了 就说我听到有一声惊叫 就那边拍一声叫 我觉得也许是在叫什么 因为我在拍照 后来真是几分钟以后 他们就上来了 非常紧张那个自由军 那还好我们车上也是自由军 是的 他们交涉了很久 就没有把我的照片给洗掉 就是给弄掉 就是让我们走了 这我想如果在中国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一个外国其实在军事禁区里面 在打仗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外国人 而且是来自敌方的 我们是四周年 那么他们就中国人了 那么是非常危险的 会终于建立出 是的 那么您这一次在叙利亚的 这次前往叙利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还有是什么原因 能够让您就是愿意把生死 置身事外 然后前往叙利亚 我想那个 所有世界上的自由民主 其他革命的人民 都应该是互相支持的 就像美国和欧洲 对中国人的支持 那么二战的时候 世界加大大的白球 也到过中国 那么这种支持互相支持 那么我这一次呢 也要亲身经历 自己去体验战争 并参与战争 参与其中 那么才能使人们 就是说 你不是一个旁观者 那这样的告诉 这个叙利亚人民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是不一样的 中国政府呢 一直以来是支持 阿萨德独裁政权 那么我们中国人民 是支持叙利亚人民的革命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我第一次去了 那么拿了很多 白牌的先传资料 那这样的话呢 使他们了解中国人 和中国人民不一样 那么这是第三次了 第二次是没有成型 那边被挡住了 在土耳其 那么我不能再想 永远是口头 国民派 就是说支持他们 而个人去体验 那么应该有一种 实际的支持 那么第二次的时候 我是买了一个pick up 就是捐款 在美东和美西的华人当中 捐款 那么当时带进去 但是土耳其被拦下以后 那我就把这个钱 寄给他们 那么也写了一个自由中国人 用阿拉伯文 印门中文写的 那么他们也贴在汽车上面 开上战场 那不幸的是呢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就是说我这次去以前 那我也不知道 去的时候知道 就是说被阿萨德的 那个飞弹击中以后 汽车就是被炸毁 车上的四个自由战士 全部死亡 全都赚了牺牲 那么其中一个是我过去的一个战友 就是一起打仗了 那个小礼服他也死掉了 这次呢 我就是又去了 带了 是的 那么陈先生最后我想再 不好意思 我想最后再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刚刚您已经提到 我们画面上看到 就是有看到您 就是发送一些物资 给这个小朋友 现场的小朋友 能不能说明一下 您这次在现场 在当地叙利亚当地跟这个当地民众的互动 还有您在哪一些提供了哪些救援和援助 这个当地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他们也是去了希望我们就是海外去的人 对国际社会有更多的 不光是华人社会 当然他们知道华人社会 中国政府不会支持他们 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的人民 就是说对西方主流社会有更大的呼吁 就对他们给予支持 那么我这次去呢 就是国际社会的义工啊 我们一起把那个粮食包啊 就是有一个是叫做 我这一位 喂 陈先生 好 可能 好的 很抱歉 由于这个线路可能已经断掉了 所以呢我们 有关情况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 收看完整的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